我们讲的就是说 公益小组 割地的公益小组 说要给自己注册到 这个社会认同体系当中 绝对不能够挂靠已有的 有什么政治经济立场的那些团体 绝对要通过你里面的成员 自己发起自己成立 那个武汉的什么雷雨之声 挂靠了一个什么 那个失忆的政治投机分子的 和这个和那种什么 无有之声基督网 都有联系的那种投机课的 一个叫什么 什么人静什么研究院 这个形同背叛 我能强调一遍 你这个你你完全没有办法 向所有人证明你到底 你到底是什么 你完全成为这些原教师 地下密谋分子的一个投机工具了 原则上我们所有人都不信任这样的挂靠的 这样的公益小组 不信任他们 原则上就希望就是说 各地的一线的参与公益实践的 成员学生只要出半份的钱 其他的有工作成员出完整的一份的钱 大家一起来 维持一个经营场所 如果你没钱 那就先别搞经营场所 没钱的话 就是大家就是说 这个物资 花 这个路费的消耗 大家这个 以刚刚那种方式 实际上是平摊 分摊掉 那你如果你纯学生的话 你在学校里面搞一个学生社团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学生社团 你可以就是说 我说了 你这个团体活动 你可以是其他团体活动 你可以就是一个排球社 一个足球社 或者一个手工社 但是你的核心成员自己是愿意做事情的 那你要直接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个公益社 那也可以啊 啊 啊 维护这个劳动劳动群众的这个切身利益的 也行啊 无论如何 得是你们自己草根的这 发起人自己有独立的名义 一定要保证独立自主 绝对不能够挂靠任何已有的这些 啊 政治立场可疑啊 这个背后的人的利益关系啊 人脉关系都非常成问题的这这一团体啊 那广东有什么挂靠什么啊 起事业单位的 有挂靠资本家的基金的商会的 有各式各样的挂靠的 我们原则上我们是不太信任他们的 我们不信任他们 也不和他们打这个比较长长久的交道的啊 那么对于有力有能力啊 在这个校外 比如在职场当中 在这个社会当中去 设立团体的 你如果说 本地他的那个政治环境啊 或者说这个社会管理的方式 比较保守 不能新增 不能新增这个什么公益机构 不能新增这个什么 非企业法人啊 社会性的 那你什么办法 那你就成立企业好了 你就成立企业 成立公司嘛 像我弟不也成立公司啊 你就成立一个公司就行 公司的话 你们几个人就是按照这个 你就个公司赞成 或者说你就成立一个合伙 懂吗 你就搞一个合伙 了解吗 你反正你就要有个合法的名义 正当的合法的名义 可以获得场所 可以获得经营事项的一个名义 要有个独立的名义 绝对不容许挂靠 然后呢 一定是你们这里面的人 独立自主的 进行自我管理 然后大家都要参与劳动的 就是不允许那种 只出钱不出力的人 只出钱不出力的那种 这个投机课 注资的那种那种货色 是不允许出现的 不允许存在的 明白吗 只出钱不出力的人 不允许存在的 明白吗 这是那种 他不过来做事情 他让我来入股 我来遥控支持你们 那么这种人 他会因为他出的钱多 他就是投机性 所以我 我是严格 对于你们这些出身的 刚刚出来的 刚刚发起的这些团体 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指导性的一个建议了 就是说你们所有人 大家 就是这是个权力斗争的问题 希望你们的钱都出的差不多 或者说希望你们自己的权力份额 是 那么或者说你就 我都可以放宽一点 主要出力的是他 他出的力多 出的钱少 他出的钱多 他出的力少 但是都得出力 都得是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而且是在线下组织的 不能是线上的那种什么拉Q群的线上搞的一群不现实的人 然后你们相互之间都要了解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然后你们政治立场 我就说了 不能是那种投机性的煽动 煽动颠覆性暴力的 秘密结社的 秘密预谋什么 又暴力手段的那种原教旨 这种人不行的 不允许的 三类坏分子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哪三类人 还有人混进来 你成立公司的话 但是公司有个 就是公司得 我说了 你一个人两个人自己成立公司 我最好看到就是说 你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个力户 你来做到这件事情 或者说你两个人成立一个有限公司 懂了吗 你自己已经是比较 自己信任关系 你如果人数规模大了的话 人数规模大了的话 其实最好就是成立公益机构 这个东西的账最清楚 然后不会轻易的有什么 财产性的风险 懂了吗 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人少的话成立公司 两三个人成立公司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债务都是比较清楚的 也没有什么抵押关系 也没有什么侵害股东权益的那种东西 懂不懂 因为他如果成立合伙的话 债务连带关系 去学学公司法 成立合伙的话 那是无限责任 债务是一个连带关系 连带的人 他这个人以公司名义 以合伙的名义去漏了好多钱 那里其他人要给他擦屁股 他都有经济风险 你们有多大信任关系 你们就成立什么样的团体 我说了 信任关系不足够的情况之下 就成立公益 公益机构 公益团体 因为这个东西 弄不到什么钱 你知道吗 你家穷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的金钱的审计是比较受监督的 比较受监督的 弥漫废企 公司不是像胖东来那样搞的 不是像胖东来那样搞的 赚了钱 什么回馈员工的 这个公司只是个名头 哪是真的资本主义公司吗 这是个名头 你见过我跟张姐的公司 我他妈不领一分钱的 我贴钱进去了 你见过这种公司啊 公司只是个名义 不是真的叫你去赚钱 你做这个事情 你就要做好准备 你赚不了钱了 学生就是有幻想说 这个东西还能让你掌握 让你养活自己能赚钱 都是靠你其他的 比如说靠直播 开课 对吧 你赚钱 不是靠直动赚钱的 你做了这个事情 你就赚不到钱的 你就注定这是赚不到钱的 明白吗 我们搞这东西 注定赚不到钱的 注定他妈的裸掉穷掉 你租了个场地 是你租了个房子 是可能生活环境好一点 但是注定攒不到钱的 我现在公司情况 我还要我介绍吗 不要我介绍了吧 你自己去去网上 你去搜啊 这个信息都是公式的 盈利全都贴到 那个线下的那个场所 和那个这个物资 或者说 就是不挣钱的 公司只是个名义 只是一个你参应 进行公益活动的一个名头 这个名头 啊 你当然可以用他的挣钱 挣到的钱不是说 为你个人 你个人好像能挣到什么钱 个人从公司里面挣不到钱的 挣到钱 就只能就维持你公益 公益活动的一个规模 对 如果搞公司的话 就会多交税啊 是不是 就有 就有一个多交税的问题 你搞民办非企业的话 就不要交税 但是门槛比较高 你们自己看着办呗 我希望你们的活动 有个合法正当的名义 但是这个名义 绝对不是挂靠别人得来的 不是做别人的附庸 做别人的狗来的 这个什么武汉雷雨之声 你要恢复一个干净的身份 很简单 你在那个你们成员啊 核心成员排外座 拍个视频 做一圈 然后把你们那个衣服 现在的文书撕掉 然后 然后你们其他人指证 指证 是谁下的这个决策 把他驱逐出去 让他辞职 让他滚 把他踢掉 把这个人踢掉 明白吗 你要让大家 向大家说明 是谁让你们去挂靠 让你们去做狗的 把他踢掉 有一个踢一个 有两个踢两个 或者说 如果首要的那个家伙 把他踢掉 让他滚蛋 让他滚蛋 你像就像就被弹劾了首相辞职一样的 要滚蛋 明白吗 然后把你们的挂靠文书撕掉 了解吗 这个又有这个是个实质性的表态 如果没有这个实质性表态的话 那你们这个团体 你们所有成员 就没有退出的 所有成员都是黑名单 就是说 我甭怪你搞公益 或者搞什么 在我看来 你们就是人妈的做猖鬼的 你们就是做附庸的 做奴才的 你们就是做 做这个政治投机犯的工具的 你们这里面的人全是坏分子 糟糕凑顶的 肮脏凑顶的 我就全都是负面评价 最强烈一遍 如果说你这个当地的工艺机构比较难注册 那就别注册 你做不了呀 你做不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你那边做呢 你那边的主力就这么大 对不对 你可以来东南沿海省份 你是学生 你不要做这个梦 你没有资格 你不挣钱 你学生 你除了你这个有个 就愣头青 无知 盲目的地上主义 和干净的良民身份之外 那你身上之前就这屌东西了 那就会被那些货色利用啊 收买啊 想要怂恿里面去送死啊 想怂恿里面去把里面的干净的身份弄脏 来创造一些政治丑闻 作为他的这个什么影响力的 一个要素 学生就不要做这狗梦了 学生你干嘛先毕业再说了 了解吗 你狗屁学生 你大一大这几年你忍不了啊 你硬实教育十几年过来了 你说你忍不了这个最后几年的 你这么放屁 你骗人 你无非就是要投机啊 你自己要投机啊 你自己这个对大学身份 都是一个不安定的一个大学生的身份 你在搞笑 对不对 你要做的 你在学校里面 就是干干净净的独立自主的 没有其他的那种背后的那种老人 或者背后的某个居心否刺的利益关系啊 吃走的啊 这么一个学生团体 你自己啊 你成立一个学生 学生学生团体 就其那啊 这个一个学生社团 学校里面社团 成立不了就拉倒 学生不在这几个好朋友 自己信的过来 去做一做啊 从身边上做起啊 这个QQ群里面摇一百多号人 一百多号人 全你嘛cosplay傻逼 全世界垃圾 全世界最堕落的 最肮脏的垃圾 我这些人我看不起的 你知道吗 线下嘛 他就去参与不了的 那一直要 钻进那个群里面 就cosplay的一些货色 学生能掏几个钱出来 你做不了任何事情啊 唯一要做的就是说 没办法 除非就是说 除非你们有一些 已经是不如社会的这些人 那我说的这个你不是不平等的 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啊 你学生能勤工俭学能自己打工 挣的钱啊 能自己也参与劳动啊 那大概就是平等的 有平等的这个意识权的啊 这个表决权的 你大学生的话 我再强烈了 大学生不要做这个梦 大学生都没有能力的 我说我从来就是号召有能力的人去进行这项活动 你没有人力的人 你那么cosplay 靠你家里给这点生活费 靠你自己什么攒那些小钱 就是装装B而已啊 显得你比别人更高级吗 显得比别人更那把理想和现实结合 你跟牛逼吗 你这个这个三分钟热度啊 或者说你这个是 只是一个一腔热血 这个无数喷射的 我靠 你还不如躲到厕所里面去撸个管呢 我觉得你用这货色 你的厕所里面去撸个管 不要去 不要去自己这妈的精虫上脑 然后去被那些就是 这些老鬼背后许诺的什么 他又认识北京的哪个哪个大教授啊 他又认识哪个这里的本地的什么钢铁厂的 哪个哪个工人领袖啊 被这种话一怂恿一下 他他当年又这么在哪个什么 那个什么报里面 哪个什么什么团体里面 就是如何叱咤风云 被这东西一鼓噪 年轻学生精虫上脑 这叫妈年轻这些男的 这个就是法西斯 你知道吗 这个你可以明确说 这种男权主义对权力的迷信 权力的迷恋 这权力也在背后 我如果也这么牛逼 我是不是也有女朋友了 他就是导向性欲的 他这种他这种政治权力欲 表现欲啊 叱咤风云的弄潮欲 他实际上是和性欲是一种东西 我说我这就是货色 你厕所里面撕管 撕掉的 就好过你去做狗 好过你去做狗 你这个组织建设什么建设吗 你如果挂靠去做狗家组织建设 奴才建设 懂吗 一条狗跑到人家这个狗窝 搭好了狗献成狗窝里面 往那一趴 那不叫组织建设 那不叫建设家园 你说家园是你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 建设出来的 不是不是给别人做奴仆 做富庸换来的 你们有没有经验 你们他妈的学生 大一大二的学生 你本来就没有经验 我本来就不指望 你们来做成这种事情 我本来就就说 我我说了你如果要搞组织建设的话 我给了指导意见的 我说了你必须你学生 你妈的就你就学校你们搞个社团吧 你成年人自己掏钱呀 成立企业成立 民办非企业成立公益机构 那是独立自主的 拿着给做狗的嘛 我什么时候教你们做狗 他无非就是 我不可能跟你们私聊的 我不可能跟你们私聊的 你们有什么资格吗 你们自己做了几毛钱的事情 探索当中 这都完全在做梦啊 我是觉得受不了的 我给的唯一的要求 一群人围起来 把那张纸撕掉 你们把这张纸抢下来 找到他 逼你们创始人 或者逼你们那个牵线 那个王八蛋交出那张纸 当面销毁 当面销毁 你们这个团体都不存在了 解散了 可以说 否则你就解散你们团体 或者你把那张纸多来撕掉 然后一群人集体把他开除 就这么简单 做不到 做不到就滚 做不到你们这些货色 永远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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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跟你说话 我跟那个什么出火鱼 是个水木交 那个家伙在说话 这个东西很明确的 你是你自己去发起成立的 你们自己承担责任 也自己掌握自己的主导权 控制权的 这样我才说 我才能信得过你们 是吧 否则我根本信不过你们 你们是什么 相互之间有个信任 你不过背后有个大哥 像左一二三 背后有那麽激流网 那帮王八蛋的 背后有520的 520也是给那种什么 落魄失忆的那种边缘的 他的不一定是政客了 有的时候 涉及强力强力 强力部门你知道吗 就是在一些强力单位 机构当中的一些 政治失忆分子 一些老人 政治老人 520是给他们做前课 给他们今天出个这个文集 明天写个那个序 后天给他什么吹捧一下 写个文章纪念一下 满足这些老人的幻想而已 吴败尔叫什么名字 吴败尔叫什么名字 我都记不得了 我靠 叫他吴败尔 激流网头头 叫什么名字 叫渔峰的吧 明白吗 渔峰 你们怎么会出这种人呢 你们为什么会出这种人 你们这里面这种人 他妈的就是把他开除掉 那滚 你们自己 一定要保障自己的独立性 否则我哪知道你背后是谁 我们 我不愿意和这种团体打交道的 哪怕你成立什么组织 什么关系 我说了 你能自发的成立一个公益组织 能够你自主独立的运行一个你们的名义 那我们有合作的可能 比如说你可以入住我的网站 或者说你可以和我们 我可以考虑吸收合并 那种情况下不是挂靠 是作为正式成员吸收合并了 我从来没有说挂靠的 如果你们自己屁股不干不净 跟脚笠巴是脏的 古德拜我给你拉黑的 就这个雷雨之声 目前我就拉黑 跟脚不干不净 屁股不干不净 我不可能给任何的这个声援支持 不可能说我愿意说 给任何的现实指导 或者说我们那种什么人员交流 合作都不可能的 就是拉黑黑名单 因为在我看来你们敌人 你知道吗 你们就是投靠的网站的敌人 You are enemies 而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啊 看来你就不是敌我矛盾 你知道吗 就是敌我矛盾 如果战争的话 我考虑就是说 如果说如果 就相当于说 如果把我们我们的关系 平移到什么南美洲的话 那我直接就是迫击炮 往里面那轰的 炸死你们这些人的 就是敌我矛盾 这不是一个内部矛盾 你们你们这些投机分子 你们在我们看来 玷污这个 这个玛丽毛实践方式 和社会主义这个理想啊 共产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理想 你们这些人 如果平移 我们平移到什么 什么南美洲的国家 或者平移到什么 那我直接排击炮 把你们炸死的 你知道吗 了解吗 我们对你们没有幻想 如果你们真的要去 到敌营里面去 给他们做狗的话 没有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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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我们看来 这个就是小战略 一起搞政治密谋 搞那妈的秘密地下颠覆活动 鼓噪年轻人就送死的 鼓噪年轻人就送死的 这个就是资产阶级帮凶 资产阶级的放血口 放血槽 他就不停的损害 无产阶级长远的意义 不停的动摇 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信任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说 我就说 这个没话说的 你们也成为这种 原法西斯的这种 对权益就有迷恋的那种团体 就是拉黑 就是拉黑 目前来说你们的状态 就是一个黑名单状态 除非你们什么时候 你们拍一个说 把你们的挂靠的 狗屁玩意撕掉的视频 什么时候你们把你们 牵线的王八蛋开除出去 什么时候才有可能 而且我们都方要确证 你们确实已经是干净了 不脏了的情况下 干净的不脏了才有可能 如果还是脏了 我们不信任这些老人 我们不信任这些 这背后这种人的 不信任的 他就在那种 就在那种 就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 以及经济利益的那种 交易的那种 加缝当中 藏污纳垢的加缝当中 存在那种腐败堕落的力量 我们绝对不信任 你们和这种东西 葬东西沾上的话 你就是在我们这里 就是死路一条 就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懂了吧 就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就是死路一条 你们所有里面成员 就是黑名单 就是黑名单 我现在不拉黑你 我就要看你们这个账号 什么是更新啊 但是原则上就已经是黑名单了 你们就是黑名单 在我肯定就是做狗 做做奴才 做敌人奴才去 好吧 那讲到这边啊 我的敌意非常深重的 因为我完全不信任他们 完全不信任 完全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就是总有没人送死的 很肮脏的 就我在我头脑当中 他们和什么 什么恐怖分子 什么基地组织 是一样的 那种吧 就他们的底色 在我看见就恐怖分子 就这么简单 就是 明白吗 他就是靠这些政治话语进行投机 然后煽动激进民粹的 然后如果实际成熟 他们可以做出一切恐怖糟糕的方式 去煽动这种爆裂力量 唯恐天下不乱 来就讲到这边